去完考冊回來這幾個星期在香港 其實真的很忙很忙 一路又剪片一路就 放上youtube那裏 其實都想停一停下來 接著看回原來我那個頻道 DJ日記原來已經有4000人訂閱 4000多人訂閱在我意料之外 之外再之外 原本打算放一些影片上去 都是想記錄我們一個這麼大的轉化 明明在香港這裏住了幾十年 為什麼要離開呢 去另一個國家那裏生活去居住 誰知道換來的是 很多朋友的關注關心 有香港的朋友 他們看完之後都會問 究竟是否要想一下呢 開始試一下去這個地方 有很多問題會問我 我都希望逐一逐一跟他們解答 都是分享我自己的感受那個感覺 看到的見到的聽到的給大家 我都很努力地逐個逐個 盡量都會回覆那個留言給大家 同時也都見到 馬來西亞很多朋友 很關心香港 不只是我 很關心香港的其他朋友都有的 很多留言都會是 有需要幫忙 就告訴我們 我們會很樂意 我們很喜歡跟你交朋友 那這些留言 令到我的心情 很想會馬上去馬來西亞 又拍多些片 拍多些關於馬來西亞 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因為從前我沒有去之前 我都不知道馬來西亞是怎樣的 我只是聽些人說 馬來西亞發展中國家 可能沒有那麼進步 但是去到之後 真的完全是兩回事 覺得我們都要把這個地方 告訴大家 他們是 無論是人民 各方面都很好 另外 我會很欣慰的就是 大家的反應 除了香港 馬來西亞 甚至乎美國 紐西蘭 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朋友 他們除了在影片那裏留言 很多鼓勵的說話 很多支持的說話之外 大家本來都是 完全不相識的 甚至乎有很多朋友都會私信我 私信我跟我聊天 交朋友 認真真心想交朋友 那些感覺是 很久很久都沒有發生 好像 這個地方 我相信會 給我 或者我們 身邊的朋友 一個新的 嘗試 新的挑戰 新的生活 如果我從前 不是堅持我自己的想法 一定要試 一定要看 或者我一定要去拍這些片 因為我初初 大家看回我初初的那些片 即是說話一塊塊 可能我一段片 五分鐘 其實我搞了幾天 在不停這樣 嘗試 不停在那裏說 然後說說說說說說說 那我身邊的那些朋友都勸我 喂你不要啦 真的笑死人嗎 搞什麼出來 沒有人看的 真的沒有人看的 真的沒有人看的 那 那你也知道我 的啦 那我照拍 照拍 照拍 我想做 我想試 我想去這個地方 我想分享 那我就用回我的方法去拍 甚至乎我去到 加拿坡 在街上拍 有些人這樣 看一下看一下 我不喜歡這樣就拍了 現在在心裡笑出來 那個反應真的很不錯 想哭 同時也鼓勵我來那個決心 我來戰戰兢兢 我把我所有香港二十多年累積的經驗的工作 把我放下全 我去選擇了一個重新的工作 希望那个工作可以带到我去马来西亚那边 继续生活到 同时又帮到我身边的人 从前我的工作都是打算帮人 赚钱都要 帮人我做教练 令到人身体健康 令到人家小朋友除了读书以外 有些有益心心的活动 那现在我的选择的工作都是差不多 我都是希望令到人生活得健康 不要只顾着工作工作工作 起码要找回自己的生活出来 工作之外要有生活 我们要赚钱要赚得聪明点 我们要赚钱要赚得有方法 不是只是上班下班的 好像我现在拍YouTube片那样 那我其中都有一个期望的 初初拍片的时候都是想赚钱 因为YouTube片拍得出来 等于我开了一个电视台 有人看的有支持者的 YouTube会给我放广告嘛 那大家看到广告的时间 如果你没有在五秒之内按走了 那我也有钱赚的 可能每个广告有一毛钱 或者五个仙 那都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借这个地方 那我就去试了 我就去做了 但是这些工作呢 慢慢慢慢累积 慢慢慢慢累积 我这片越来越拍得多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同 或者大家都喜欢看呢 那我就会有收入咯 这个是我其中一个 改变了自己的思想 赚钱要有方法 要想方法咯 好了 其实我最后真的很想多谢你们的 还有多谢我太太啦 拿着相机和我拍啦 这么辛苦地在这里 引我那些 说话很窄窄 他差点骂我的了 其实骂了我的了 他怎么骂我你知不知道 喂你拍到这样的款 你不要放上网啦 你真是你吓死人家而已 你在家里我们看 我们都觉得恐怖了 那你放上网 人家看到 真是很恐怖的嘛 我真是要多谢我个女儿 那个女儿都在后面笑着我的 不过不要紧要 我会坚持我的信念 当所有人都 觉得一般的 我觉得OK的 我会继续做的 那我都希望改善的 我都会尽量做好一点 不要让大家难 看得辛苦啦 OK 来紧记得支持我们的 支持我们的家庭的 我拍片不是为自己的 都是为我家庭的 支持我们的家庭的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如果还没订阅的 按下个小钟 有新片的 就会立刻通知你们的啦 OK 有广告的 五秒钟 没有空的按走它 有空的就看完它 支持一下广告商 如果没有广告的支持 我们就不可以在这里生存的啦 多谢大家